我想此经党的成立就是反映了 在中共对香港整个社会的极端不信任和不满, 其实这种不信任甚至可以用仇恨这个字来说, 这种情绪最早有个解放军徐彦他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 痛骂香港人,他不止是骂, 他还是很详细分析香港在中共眼中那么差, 所以自从占中后,中共开始酝酿一个新香港人的观念, 到了去年香港发生了两次百万人级大示威, 再加上年底亲北京的区议会候选人, 全部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溃败, 那情况下北京觉得开始要撇开原有香港人的体制, 和原有那帮香港人来自己成立一股力量, 所以他就是在去年, 他就开始提出新港人治港的问题, 他说当时他已经讲到香港的资产集上层是靠不住的, 中央给他们长达二十年时间换了几次特首都还是管不了香港, 所以不能再靠原有的资产阶级来管理好香港, 跟着又说中央对香港照顾得这么好, 由大湾区由SIPA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抑抑香港, 但香港人一点都不感恩, 还出现了二百万人反中央的运动, 所以认为香港人无得救, 跟着就说香港政府是很窝囊, 在面对反修例的运动中, 施施缩缩缩不敢大刀阔斧, 使得由于不能及时止暴制乱, 甚至不敢开声叫中央出动解放军帮手平暴, 所以香港政府也是废, 跟着又对香港建制派非常不满, 中央花了那么多气力去培植香港建制派, 但到头来香港建制派完全是难以负不上币, 所以他认为如果香港建制派有些人好些, 都不至于在区议会选举全面溃败, 所以到去年年底, 北京已作出一个看法, 就是香港资产阶级靠不住, 香港政府软弱无力, 香港人民市民吃碗面反碗底, 香港建制派难以负不上币, 这整个背景就是这样, 为了解决两个问题, 即港人而自港不能再靠原有的香港人, 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模式, 接着就是说这个要提出新香港人自港, 新香港人自港要完成两件任务, 第一就是要实现第二次回归, 什么叫第二次回归呢? 第一次回归就是1997, 那次回归就是主权回归, 但是政权仍未回归, 基本上政权仍在港英遗留下来的班纸, 所以政权仍未回归, 人生更加未回归, 所以新港人自港要实现第二次回归, 第二次回归就是政权要拿回归, 而不能再给港英殖民地时期培养出来的公务员班纸, 更加要做到人生回归, 所以在去年底部开始出现一种政策思考, 就是要培育一个北京信得过的班纸, 来取代原来的那班精英, 在这情况下讨论如何成立班纸, 他直接成立一个党, 他要求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 派出到来香港, 真正地沉下去到香港人民中, 做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 在香港人民群众中发展党员, 积累力量建立建全党的国家组织, 在去年底开始有组织一个政党, 由他们控制的政党在香港活动, 所以今时今日出现的紫禁党, 我觉得在一个政策背景下出现, 它的出现就是要逐步将中共信得过的人, 全部挪入这个党内, 你不要忘记这个党, 一开波就说它要吸收25万人入党, 这是谈何容易呢? 我们知道工联会70多年的历史, 才发展到现在是40万党员左右, 40万会员,民建联, 30年历史到现在都是5万党员左右, 所以你一下子要有25万, 一下子一创党开始就瞄准25万这个目标, 非常有野心, 红心壮字不要用野心这个字, 那些党员从哪来呢? 我很相信就是原底已经派来香港的很多党员, 可能会借用紫禁党外衣公开活动, 这班人全部都是共产党员,实际上, 只是说现在因为香港社会特殊的情况, 在中共整个报告中, 香港还属于白区, 所以一日要保持一国两制的招牌的时候, 很多东西共产党直接出面是不方便的, 所以就是成了一个花瓶组织, 然后由共产党控制的领导的, 然后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借着紫禁党身份公开活动, 所以整个紫禁党的成立, 我觉得是有这个背景, 因为在他们成立之前, 中共已经讨论如何在香港搞一个政党真正地沉下去, 用到这些字眼,在香港摘根, 所以我觉得这个紫禁党是我推测, 成立可能会这样的背景, 在去年开始讨论在香港成立一个政党的时候, 来自北京的指示,就是说香港现在的形势, 他们认为可以跟中共过去一些经验联系来看, 第一个就是共产党在1939年至1942年间, 在华北地区处境, 跟香港现在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可以作为他们策略思维遮监, 中央指示就是说,当时党把主要矛盾归立成反磨擦斗争, 统一国阶层为群众做实惠的事, 孤立制造磨擦的分子, 即国民党和日军, 用各种方法把他们的影响清除减低消灭, 着力搞好生产,办好根据地, 做好宣传和思想工作, 这是他提出第一个要借鉴共产党过去经验的事, 他又说第二个要借鉴的就是1947至1949年, 党在西柏坡的经历, 亦都跟香港现在一国两制的任务很相似, 就是先作战略转移, 稳固后兼顾几个战场, 灵活地统筹协调战术战力的核心, 为建国作思想和心理组织的准备, 这是传达中央精神的时候, 原文是这样讲的, 为何他会提出借鉴共产党这两次经验呢? 我自己个人分析就是这样, 他说第一个借鉴共产党在1939至1942年的反磨擦斗争, 这个反磨擦斗争为何说适用于今天香港呢? 因为它在反磨擦斗争时, 它是将各种反共势力逐一排队, 然后将最反共的势力逐一逐一消灭, 它的策略是运用统战策略逐一消灭, 所以它今次说香港要借鉴反磨擦斗争策略, 我的理解就是要将在香港目前他们认为属于反磨势力逐一去瓦解他们, 逐一去消灭他们, 所以你看到国安法颁布后, 除了那几个支持独立、自决团体全部消灭之后, 你看到现在将打击对象开始在传媒、记者、教会、老师群体、社工群体、 在很多NGO组织中开始打击, 即是将香港认为反中共势力逐一排队, 然后逐一打击, 这就是它所讲的借鉴当年反磨擦斗争的经验, 这是我理解,至于借鉴西泊坡的经验是什麽呢? 因为西泊坡是中共临近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的时期, 在西泊坡这个地方是它接管中共全国政权之前的根据地, 当时来说已经酝酿了很多接管的方案, 例如去大城市的时候, 你解放军入城之前要做好多些什麽准备, 这些全部在西泊坡根据地逐一逐一制定出来的, 它现在说要学习西泊坡的经验, 我觉得就是你要准备全面接管香港, 而这种全面接管就是除了是将来的政权机构, 你固然要派你的人去接管, 还有些非政权的机构, 特别香港现在你知道香港除了政府, 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大系统之外, 还有区议会这些属于政权系统的一部份, 还有很多大量非政权组织, 在香港来说是发挥很重要的社会功能, 譬如马会,譬如东华三院, 东华三院它不只是一个医院, 它还是很重要的慈善团体, 然后还有很多保粮局, 很多社会上担负一些重要社会功能的组织, 他们的领导人全部都会想如何去接管他们, 还有一个例如大学, 各间大学的校委会, 如何派人去逐步去接管他们, 这就是所谓西法波的经验, 所以为何它说要借鉴共产党这两次经验呢? 第一次经验就是学共产党如何逐步将所有反对势力消灭, 然后学习西法波经验就是学如何接管全社会, 不单是政权机构, 还包括很多民间机构,公民社会机构, 还有在香港现在存在的大量所谓法定团体, statutory body, 这些都是以免要由他们的人去接管, 西法波经验主要是指这些, 所以在去年区议会选举亲北京议员惨败后, 他们下决心要全面接管, 在这些情况下产生的指经党, 我觉得是一种敏仰,一种准备工作, 这就是我的判断, 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判断, 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出现的指经党, 性质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怎样去定性这个党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在中共香港公委领导下, 带有政党性质的一个群众组织, 而这个群众组织是公开亲中共的立场, 它的目的就是为中共全面接管香港的政权机构 和非政权机构做好准备, 什麽叫政权机构呢? 行政、立法、司法这三大部门, 加上区议会,这都是政权机构, 什麽叫非政权机构呢? 现在香港社会有大量的法定团体, 就是由政府委任负责人的很多法定团体, 譬如医管局这些, 还有很多公民社会组织的团体, 但它们在香港社会是不非重要作用的, 譬如马会,譬如很多重要的贼善机构, 保良局、东华三远等等, 特别是大学和很多中学的领导, 特别是拜登大学的校委会, 这些都会是他们要做好准备接管的事, 所以我觉得它的性质我就是很定性, 就是在香港公委, 中国共产党香港公委领导下, 带有政党性质的群众组织, 它的目的就是为中共的全院结本做好准备, 这是我看自经党的性质就是这样, 现在我无资料估计, 因为当时估计是根据中共十八大香港代表团的数目来推算, 所以有根据, 但现在刚才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年, 肯定数目多了, 但多了多少我无任何线索可以去推断, 但肯定不会少于四十万, 我自己觉得, 当时很多朋友都认为是高估了, 我到现在为止都不觉得是高估, 因为你想想一个子经党承诺的时候, 他说自己可以发展到二十五万目标, 这件事是很难的, 你看公联会七十多年的历史, 到现在才得过四十多万会员, 而民建联三十年到现在只有五万党员, 所以你说你在创党之初, 他将目标瞄准二十五万, 我觉得唯一可能性就是中共将他的地下党局部, 将他转化为自经党, 因为历史上中共经常都这样做, 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继续保民, 但以另一个政党党员的形式出现, 所以大家不知道原来这所谓八大民主党派的很多人 其实都是共产党员,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都是去採取这样的措施, 就是会将部份的中共已经在香港的地下党员, 将它搏入去, 不是说搏入去, 即是叫他们去参加这个紫荆党, 然后以紫荆党的公开面貌活动, 从而掩饰它共产党的身份, 我觉得会是这样, 不是,如果它说它是自经党党员, 你凭何说它是共产党呢? 它继续可以否认它是共产党, 它出来活动我是自经党党员, 因为中共是习惯派它的党员加入其它政党, 并且以其它政党的身份去公开活动, 才隐瞒它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觉得将来这些紫荆党员也是这样的运作模式, 我想现阶段未必, 因为第一, 这个紫荆党是甚麽性质, 很多人都未知, 我刚才那些分析都是我个人的分析, 不是一个正式文件的通知, 所以这个紫荆党会否对林郑构成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暂时而言之尚早, 但紫荆党肯定对民建联会产生很大冲击, 你从民建联几个主要负责人, 对今次紫荆党成立的态度, 单单打打可以说得, 你就看到他们内心感受到威胁, 为何说他们内心感受到威胁呢? 因为它曾经是中共刻意培养的对象, 你想想,张晓明送他一幅画, 送他两个字,不是画, 就去筹到二千万党党经费, 可见到中共是怎样刻意培养他们, 但培养了这麽多年, 即30年培养出一个什麽种绩出来, 完全是一些烂泪不上币的人, 我记得2006年民建联去北京时, 当时负责港澳问题的曾庆雄, 向他提出一个要求, 八个字, 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 这八个字其实反映了北京对民建联 这一类种绩不满, 即是你既无素质, 形象又不好, 这的而且是中共在香港机构的死穴, 又无本事, 样子又衰, 但问题无论, 当时民建联是中共唯一在香港, 除了公园会也不算, 即是在中产阶级来说, 民建联是唯一属于自己的组织, 所以当时准管这个组织真的很不争气, 又无素质, 形象又差, 但都要支持它, 支持到今时今日为止, 你看曾庆雄2006年那番说话, 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 十五年民建联的素质和形象有无改善呢, 大家有无共讨, 都是无改善, 多了几个博士, 但博士是野鸡大学博士, 例如不讲了, 具体谁是野鸡大学博士, 大家心中有数, 然后出的粗口大撞, 粗口大撞带队去北京变成叫鸡团, 全部都是丑闻, 一些新宅师兄英文都说不定, tow my breast, 你想一下,try my breast, 就说了tow my breast, 即摸胸, 有个女儿在暗室中爆粗口烂舌骂林郑, 即是这班人, 整班人都是烂泥扶不上币的人, 中共花了二三十年, 花了多少钱去赔了这班人呢, 全部都是废物, 在这情况下, 倒不如我自己可以控制, 形象比你更好, 起码他们是长春藤大学毕业, 在重要的国际机构或公司做事, 英文水平比你好得多, 而且忠诚度百分百, 为何不扶职这个组织, 上面受最大冲击的暂时不是林郑, 因为这个组织还是太新, 它未有可能那麽快产生影响, 但即使它未产生影响, 最担心的是邓建联, 因为分分钟是取代民建联的作用, 民建联说到我不怕, 我们又有人大又有政协, 香港落法会又有那麽多席位, 大佬全部都是北京给你, 北京随时收回, 我相信我给你谭耀宗, 我今时没有第二个, 我给你谭耀宗, 我将来给子京党另一个人, 所以民建联到现在看不到他们问题在哪, 枉贵北京那麽多年培养他们, 完全看不到危机, 还是很懒得戏地说不怕子京党, 所以你问我哪个受影响, 林郑暂时未会受影响, 工联会都不会受影响, 因为大家群众对象不同, 工联会始终都是属于基层, 她工作对象主义是基层, 而是中产, 而这个子京党工作对象不是基层, 而是中产, 而最受影响就是北京劣。